追踪新冠真实案例,揭开后遗症可怕真相。 这是一位东洋医疗的长期客户,重视自身健康,有良好的生活习惯,疫情期间也会定期做简单的身体检查。 期间,身体各项数据一直保持在基准值范围内。 2022年8月,客户感染新冠,三周后痊愈,之后参加了一次户外活动。 但这次活动,客户明显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前,体能下降,身体发虚。 2022年10月后,客户想恢复平日的运动习惯,但明显感到体力体能仍未恢复,运动习惯难以坚持下去。 并且原本入睡快,睡眠质量高的他,现在开始出现入睡困难,浅睡眠等症状。 2022年11月,出现心慌、心悸、心绿不齐等情况,当时客户认为是换季影像。 2022年12月,有头晕、头颈发颈、供血不足的感觉,并且明显感觉头脑思路没有之前清晰。 因类似症状一直持续,且受疫情影响,客户三年未到日本体检,所以解封后,客户第一时间预约了日本精密综合体检,并在2023年1月复日体检。 这次体检结果让人出乎意料,也为我们揭开了新冠后遗症的可怕真相。 结果显示,客户的心脑血管功能和肺功能均有所下降。 其中,脑部核磁检查发现,新的左脑中动脉狭窄,心电图检查发现散发性心事藻薄和前两次日本精密筛查结果对比,这次的肺功能得分最低。 血液中胆固醇、中性脂肪、低密度脂蛋固醇,数值都非常不理想。 虽然这些问题暂时不会危及生命,但检查结果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 这位客户,据上一次简单的身体检查,仅有一年的时间,期间一直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除感染新冠外,也没有任何重大疾病,能如此短时间内的使身体技能下降。 新冠病毒侵害我们身体的严重性可见一斑。 体检医生根据体检结果,给出了专业的健康生活指导意见。 客户为了修复身体损伤,也预约了干细胞治疗。 东洋医疗也会继续追踪这位客户的身体健康情况,为大家提供最真实的案例。 东洋医疗也建议新冠感染者。 如果您本身有基础疾病,或阳康后身体仍有自觉症状,应及时做一次全面体检,尤其是对于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的精密筛查,了解自己脏气功能状态,发现问题及早治疗。 如果您有复日体检、治疗、美容整形、免疫细胞治疗、干细胞治疗的计划, 详情咨询,您可以扫一扫视频中的尔维码,或在视频下方留言,与东洋医疗取得联系。 东洋医疗,让您和您的家人越来越健康美丽。